男子吕君意味了要在总统府升旗五星旗窃取国使馆的军刀床府砍宪兵 被控杀人未遂多嘴涉案羁押气筋 台北地医院今天开庭传患被害宪兵周书宏多人作证 周书宏表示他的幼颈被砍伤后 气筋右边颜面抱右耳朵人士麻痹状态 以期间办理退伍 周书宏表示到现在见到吕君亦还是会觉得紧张 周告诉法官案发当天 他见到吕君意朝总统府西大门走来 以为是来参加总统府办的家庭日活动 他吹哨告诉吕不能靠近 吕就朝他挥刀 他砍的那一刀力道很大 来不及已提91步枪阻挡 总统府司机谢瑞珊作证说 看到吕君意在他正前方跌倒 还以为是在拍电影 不久就听到西大门传来很大的一声碰 他有刀忙制服吕君意 便依少兵钟伯阳作证说 他听到哨音后冲出呼尾撞见吕君意 吕高居武士刀砍人 他跑到休息室请求支援 走出休息室时 吕已被压制 他帮忙压腿 看见吕君意的包包里 有五星旗与一把狼头 审判长认为吕有精神鉴定的必要 被吕拒绝 审判长怒呛 这不是宪兵被看而已 这是严重扰乱国家秩序的行为 周近宪兵因你而退伍 又脸麻痹 你毁了别人的人生 你真的想过这些吗 吕后来表示愿意配合精神鉴定 开庭后还押看守所 五一岁的吕君意今年8月18日上午 先到台北市万花区环河南路一家五金行购买狼头 时时走路到贵阳街的军事馆 上二楼展示听敲破橱柜 偷走二战时期的日本军刀 再走向总统府 同日上午10点15分 吕翻越人行到矮墙闯入府 遭宪兵制止 吕灰军刀抵御 看商周疏红 除为台北地医院记者王胜黎摄影分享